这对闺蜜正在作死 二人为了寻求刺激 竟然爬上2000英尺高的电视塔 疯狂自拍 为了拍下多人眼球的视频 闺蜜徒手爬下站台 缓慢放开一条手臂 吓得小美胆战心惊 闺蜜平安无事后 她鼓励小美也去爬下去 拍摄一组照片 最终小美在闺蜜的劝说下 小心翼翼爬下站台 闺蜜用一只手来拍照 另一只手紧紧拉住小美 万幸有惊无险 可当二人反称时意外发生 电视塔年久失修 一颗松动的螺丝突然掉落 梯子瞬间折断 小美急速下坠 好在身上拴有安全绳 由于惯性的缘故 安全绳险些把闺蜜一起脱下 前军一发之际 闺蜜抓起站台铁管 把绳子缠在铁管上 将小美硬生生拉了上来 而这才是悲剧的开始 起初二人在攀爬电视塔时 死神已经发出警告 松动的螺丝 腐烂的铁架 摇摇欲坠的钢丝绳 种种景象 似乎在暗示一切 但闺蜜二人完全没有在意 妖系安全绳 一牵一后开始向上攀爬 突然一根钢条断裂 钢条掉下白米塔下 然而由于闺蜜的天真 最终她将付出生命为代价 第一段有外围铁丝网的防护 二人轻松攀爬到1000英尺 但最后 这1000英尺由于锋利的关系 二人每前进一步 都显得艰难无比 此时闺蜜却在不停地作死 她小心翼翼 绕过巨大的信号锅后 开始疯狂地摇晃梯子 一颗松动的螺丝 悄无声息掉落 小美直呼害怕 闺蜜才结束这场闹剧 就在二人互相配合登顶时 同一接口的第二道螺丝 再次脱落 于是 有了影片开头那一幕 闺蜜二人爬上2000英尺高的电视塔 疯狂自拍 下一秒 断裂的梯子让小美措手不及 好在闺蜜及时站住铁管 把惊魂未定的小美 从死身手中拉了回来 二人不禁对视傻笑 然而向下望去 2000英尺的梯子尽数折断 二人被困在了600米高的铁塔上 小美急忙拿出手机 奈何手机却没有信号 他们在铁塔救援箱中 找到一副望远镜和一把信号枪 闺蜜回头时 发现小美的腿部 掉落时被钢筋划伤 急忙用衣服包裹伤口 现在他们只能保存体力静静等待 两个小时过后 闺蜜想到一个办法 既然电视塔顶没有信号 那么塔下一定有信号 二人将编辑好的求救信心点击发送 闺蜜用绳子拴住手机掉下塔顶 因为一旦有了信号 短信会瞬间发出 可惜计划失败 为了让手机更接近地面 闺蜜爬下塔台拽住绳子 由于手机仍没有信号 二人开始准备第二种方案 他们把手机装在鞋中 为确保手机落地后不被摔坏 用袜子和胸垫当作保护垫 把鞋子从塔顶一扔而下 不幸的是 由于塔的高度太高 手机最终被摔成两半 这时 从塔下经过一位路人 二人认为看到了希望 他们在塔上拼命地呐喊 2000英尺600多米的高度 任凭二人喊破喉咙 塔下的路人仅仅能听到风的嘶嘶声 情急之下 小美扔下一只鞋子 但路人正在打电话 完全没有察觉到异常 小美赶紧又扔下另一只鞋子 这一次 果然引起了路人注意 路人望了望四周 没有发现人影 头也不回地离去 夜晚好运再次降临 他们发现地面上 有两个人在露营 小美急忙发射信号弹 两个男人果然发现了他们 开车朝他们走来 二人兴奋不已 但下一秒 笑容消失 两个混蛋趁火打劫 偷走了他们的车 二人陷入深深的绝望中 深夜闺力睡着后 险些跌下铁塔 一天一夜滴水未尽 水源在唯一的包裹内 却掉落在信号锅上 第二天 闺蜜决定铤而走醒 爬下铁塔 拿回背包 闺蜜二人 被困在2000英尺的 电视塔上一天一夜 唯一的水源 在正下方的背包内 胆大的闺蜜 拴上安全绳 爬下铁塔 脉盒就差一米的距离 怎么也拿不到背包 闺蜜解开安全绳 试图让高度降到最低 不过 还是差一点点 闺蜜摇晃绳子 对对铁塔 剑势一跳 吓得小美汗毛直竖 幸运的是 闺蜜成功爬上信号锅 虽然她拿到了水源和包裹 但如何重新爬回塔台 闺蜜拿出自拍杆 勾住绳子 瞄准气跳 抓住包裹 一气呵成 闺蜜拼命的向上攀爬 距离塔顶仅有一步之遥时 突然脚下一滑 小米尖叫一声后 缓缓的探出额头 万幸闺蜜平安无事 小美把绳子缠在铁管上 一点一点将闺蜜拉上塔台 从背包里找出无人机 用眉笔写下求救纸条 想通过无人机传递求救信息 却不曾想 无人机电量过低 中途返航 又过了一夜 二人水源耗尽 如果不尽快自救 待在这里 哪怕不被渴死饿死 也会被虎视眈眈的秃鹰吃掉 猛然间闺蜜发现 钢管顶部有一个灯光 有灯的地方一定有电源 只要小美爬上去 就能给无人机充电 没办法 小美只能拼死一搏 她双脚盘旋 跟艰难的爬行 闺蜜在下方唱歌助力 终于给无人机充上了电 由于小美腿部有伤 血液的味道引来了秃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小美在塔上 强行撑到无人机充满三格电 这一次 只要无人机飞到对面的旅馆 二人就能获救 奈何造化弄人 胜利在往时 一辆路过的卡车将无人机撞得粉碎 绝望的小美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司机身上 可司机头也不回地离去 二人虚弱的身子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小美将希望寄托在她的手机上 想用闺蜜另一只鞋子 做出最后努力 但闺蜜却说 鞋在下方她无能为力 小美看到闺蜜脸上的伤痕 才恍然大悟 原来闺蜜在取包时 根本没有抓住绳子 摔在信号锅上当场身亡 闺蜜陪着她一切的画面 都是小美在脑海中出现的幻想 秃鹰不断啃食闺蜜的尸体 天亮后小美还是闭上了双眼 秃鹰健壮急忙飞下 准备享受着最后的晚餐 就在秃鹰毫无防备之时 小美缓缓睁开双眼 一把抓住秃鹰脖子 在强烈的求生欲面前 小美与秃鹰生死对决 秃鹰挣扎时 爪子深深刺进小美身体 但小美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实力 为了活下去 她必须要补充能量 秃鹰的血和肉是她生还的希望 靠着秃鹰的尸体 小美撑到了第五天 她爬下电视塔 来到闺蜜尸体旁 将编辑好短信的手机放在鞋里 然后插进闺蜜身体 她握住闺蜜的双手 说了一声对不起 此时没人知道她要做什么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让人瞠目结舌 她将闺蜜的尸体 静止推下2000英尺高的铁塔 轰的一声闺蜜坠地 果然靠尸体引来了救援队 小美成功获救 父亲到来和小美紧紧相拥在一起 这一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电影的真谛告诉观众 无论何时 遇到坎坷时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振作 未来的路很长 不要轻易放弃 好了本期影片到这里了 我是怪兽 怪兽的兽 下期见